这个人叫许昌剑,外号奥特曼,他是云南省景洪市最嚣张的黑社会老大,因为从小爱看奥特曼,为此他专门组建了一支奥特曼军团,他的马仔们,代号全都是迪迦奥特曼,泰罗奥特曼等等,奥特曼是正义的化身,光的使者,但是这伙人干的事却背道而驰,在云南景洪市,当地人一听到奥特曼这个帮派,不是感到好笑,而是后背发凉, 因为这奥特曼军团,他不是拯救地球的光的使者,而是破坏地球,破坏社会秩序的黑帮组织,老大叫许昌剑 从小就爱看奥特曼,这奥特曼军团,在景洪当地可以说是无恶不作,嚣张至极 2016年11月26号凌晨,景洪市的一家酒吧里,一名顾客唐某在上厕所的时候,就是不小心碰到了奥特曼帮的一个小马仔,而且人家唐某当场就道歉了 可这小马仔当场发飙,我奥特曼也是你能碰的,对唐某拳打脚踢,自己打还不解气,打电话把迪迦、泰罗、塞文都给叫来了 当然这老大许昌剑也来了,许昌剑的代号就撒字奥特曼,不了解奥特曼的可能不知道 第一部真正意义的奥特曼就是叫奥特曼,后来的奥特曼才有了名字,迪迦、泰罗、雷欧、塞文什么的 所以说奥特曼,在奥特曼世界里是创始人,老大哥,这也符合许昌剑在帮派里的地位 许昌剑带着马仔赶到现场后,事态进一步升级,在酒吧外面狂欧唐某 唐某当场就被打梦了,被围欧了好一会,唐某拼尽全力跑进了酒吧寻求工作人员帮助 没想到这奥特曼直接就冲进酒吧,继续围欧唐某,酒吧工作人员一看,再这么打下去可能会影响酒吧生意 就极力阻拦奥特曼帮继续围欧,把奥特曼帮和唐某都劝离了酒吧 为了防止奥特曼帮再次围欧唐某,酒吧工作人员就在外面看着,让他们不要再打人了 到了凌晨2点41分,奥特曼帮又来了一群人,加上之前来的,一共有40多人 人多了,底气也足了,许昌剑等人不顾酒吧工作人员的劝阻 再次围欧唐某,把唐某打得奄奄一息 这时候唐某的朋友小文在一边看到唐某被打得快不行了就过去劝架 可没想到这一劝奥特曼帮掉转矛头 开始围欧小文了,小文被打得只能跑,跑到一个小巷的时候 小文被奥特曼帮追上了,追上之后,奥特曼帮开始拿花盆,折贴凳砸小文 围欧持续了三分钟左右,奥特曼帮一看小文躺在地上不动了 但是还没打算放过他,其中一名成员拿着一把刀插到了小文的屁股上 之后一伙人得意洋洋地离开了现场,真的可以说是令人发指 他们简直侮辱了奥特曼这三个字 本来奥特曼代表的是善良,是光明,是正义 可是您看看,这伙人干的跟上面哪一条都站不上 仅仅是因为上厕所,不小心碰到了奥特曼帮成员,就开始大打出手 真的是嚣张至极,后来被追打的小文被送往医院 但是因伤势过重,不幸身亡,经法医检验 小文是被他人用单刃锐气,刺激有臀部 致使失血性休克死亡,出了人命,很快警方介入了调查 说起许昌健,当地警方对他不陌生 这许昌健在2011年的时候,因故意伤害罪,被判了两年 出来后仅几个月,2014年12月15号,又因为非法拘禁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11个月,后来因减刑于2015年2月刑满释放 刚出来没几天,他开车过路口的时候 撞到了一名骑电动车的男子,许昌健车都没下 直接开车逃逸了,后来被撞男子经抢救无效死亡 警方很快查到了许昌健,发现他不仅无证驾驶 还是醉酒驾驶,撞死了人还逃逸 被逮捕之后,许昌健因取保候审继续在社会上活动 在取保候审期间,2016年6月26号凌晨3点 许昌健和两名马仔到酒吧喝酒找乐子 酒过三巡之后,许昌健晕头转向的 就跟酒吧的客人徐某发生了口角 许昌健破口大骂,徐某被骂了,心里肯定不乐意 就还了一嘴,徐某也听说过奥特曼帮 知道老大的代号叫奥特曼 但是指纹其名不见其人,他不知道这个对他破口大骂的人 正是当地横行霸道的奥特曼 许昌健一看你小子还敢还嘴,上去就打徐某 趁着酒进许昌健是下死手打呀 徐某被打得无力还手,就向酒吧外跑 许昌健根本不打算放过他 跟几个马仔一路就追了出去 许某被追到酒吧停车场 当时酒吧的保安正在停车场开会 本来打算劝驾呢,想上去拦一下 但是保安队长见过许昌健 知道他就是奥特曼帮的老大 就伸手,让保安别管 许昌健当时也说 谁敢拦我跟他没完,在停车场 许昌健殴打了徐某近两分钟 才被身边马仔拉开 没走多远,可能是许昌健觉得不解气 又跑回来再次殴打徐某 一脚踹脑袋上了 后来经过鉴定,徐某达到了轻伤一级 当时许昌健不是因为交通肇事 正在取保候审期间吗 他害怕因为打人这事,自己的取保候审 变更为强制措施 就让自己的姐夫顶替自己去投案自首了 说我就是昨晚打人的人 就这么着,许昌健一点是没有 后来他的这交通肇事 被判有期徒刑 一年缓期两年执行 在外面他继续肆无忌惮 实施了多起暴力案件 进去了那么多次,还不知悔改 他反而跟小弟们侃侃而谈 年纪轻轻,却有着丰富的犯罪经历 许昌健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其实早在2009年 辍学的许昌健就纠结了一帮跟他一样的不良青年 在学校门口抢劫小学生 威胁他们 不能告诉家里人 敢说出去就揍你 后来许昌健这小团伙人越来越多 慢慢扩张到了二十几个人 因为他上学的时候 爱看奥特曼 干脆就给团伙取名奥特曼帮 他们在外面干一些违法犯罪的事的时候 不知呼其名,都是用代号 有的马仔叫赛文奥特曼 有的叫杰克奥特曼 2013年开始 许昌健领导的奥特曼帮 在黑道上就已经小有名气了 人数规模也扩张到了近百人 奥特曼名字不够用了 他们就用怪兽的名字来做自己的代号 随着团伙人员增多 许昌健的野心也不局限于抢劫小学生了 开始在景洪市东风农场一带 敲诈勒索过往货车 并且强行收取保护费 可能很多人好奇 货车司机为什么不报警啊 这里面是有原因的 东风农场挨着边境 地形复杂 有很多小路 这就给一些布法人员提供了便利 很多布法商人就通过这些小路走私货物 而许昌健这奥特曼帮 就是抓住了布法商人不敢报警的心理 肆无忌惮的拦车敲诈 如果敢有人不交钱 轻则一顿毒打 严重点以后你就别再想运货了 运一次我拦一次 所以很多走私的老板就跟司机交代了 遇到奥特曼帮就给钱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靠着蓝车收保护费 许昌健的奥特曼帮 一个月有将近20万进账 靠着护私收取的保护费 再来运转帮派 这奥特曼帮越做越大 交保护费的车也越来越多 只要是交了钱的车 都会在后视镜上绑个红绳 有了这根红绳 当地大大小小的帮派 就都知道这车是奥特曼帮罩着的 都不敢找麻烦 其实警方早就盯上了 许昌健的奥特曼帮 为了不打草惊蛇 警方的调查都是在暗中进行的 随着调查的不断深入 许昌健的违法犯罪事实逐渐清晰 团伙成员结构也被警方掌握 但是一直没有找到抓许昌健的机会 因为之前许昌健的 护私违法活动都是远程遥控 他自己不插手 都是安排手下马仔去办 加上走私活动都是秘密进行 警方很难通过抓现行的方式 对这伙人进行精确打击 很容易让许昌健钻漏 在2016年11月26号 这起案件发生后 警红警方终于找到了抓许昌健的机会 这起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案 证据确凿 警方随即展开行动 在案发当天下午4点 将许昌健等人抓获在抓捕现场 缴获自制枪支两把 管制刀具数十把 2018年随着最后一名团伙成员 落网这个作恶多端 唯祸一方的奥特曼帮被彻底剿灭 2019年1月22号 西双版纳州中级人民法院 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 许昌健犯组织领导 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故意伤害罪 非法持有枪支罪 窝藏罪 恕罪并罚 决定执行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其余团伙成员 分别被判处六个月到 无期徒刑不等的刑期 许昌健后来因为 在狱中表现良好 死缓被改成了无期 但是由于犯罪行为恶劣 他被限制减刑 这辈子恐怕是出不来了 偶像是奥特曼 但是干的却是怪兽的事 不仅害了奥特曼的名声 还害得自己锒铛入狱 江哥身高1米62 体重47公斤 而陈世锋身高1米8 学过武术 手上还有刀 就算江哥誓死如归 觉得自己比门锁还厉害 要挡着门 陈世锋也可以轻轻松松 拉开他冲进去 陈世锋为何没进去 最终为了捍卫自己 没锁门的谎言 刘欣和支持者 只能极尽全力 论证另一件事 陈世锋本来就要杀江哥 所以他根本不想进去 没锁的201 他们的理论是 陈世锋爱刘欣还来不及 哪舍得杀他 这案子就是江哥 和陈世锋之间的事 陈世锋当晚 故意放刘欣回家 一看到后面的江哥 就把他杀害了 杀了以后 也没从江哥包里拿钥匙 去开门杀刘欣 这都证明 他的目标就是江哥 而刘欣不用负任何 法律上和道德上的责任 听着似乎有点道理 刘欣方要维护 谎言的任务很艰巨 一方面要证明 陈世锋有杀江哥的动机 另一方面还得强行解 是与现场证据之间的矛盾 首先就是动机 陈世锋为什么要杀江哥 陈世锋在作案前 做了一系列精心预谋 戴帽子 口罩 摘眼镜 乔装打扮 从家出来多走两站再上车 用现金买纸票 而不是刷地铁卡 杀人后怕见血 戴上了换的衣服 换了一双红色球鞋 他做这些 都是为了杀人后 不让警方根据监控 乘车信息追踪到他身上 像这种不是精神病 大脑思路清晰的人作案 必然要有一个明确而强烈的动机 为了给陈世锋 找到杀害江哥的动机 留心极其支持者 在案发后一日没消停 持续给江哥泼脏水 第一个出场的是情敌论 当年某教授因为不够了解案情 曾发微博称 陈世锋看到留心称呼三叔 误以为两人是情人关系 所以要杀江哥 留心的支持者为这个理论欢呼 但他们却似乎集体失忆 忘了一个关键人物 小林 案发当天傍晚是8点10分 陈世锋跟踪留心到他打工的拉面店前 要求和留心谈复合 留心再次拒绝 并找店里另一个店员小林假扮男友 他俩和店长三人一起出去 留心指着身边小林说 这是我喜欢的人 陈世锋听后 一言不发 转头就走 随后 陈世锋研究室取刀 回家换衣服 换鞋 进行谋杀准备 19点04分 陈世锋发来威胁短信 如果你跟他 小林 好了 我会不顾一切 就连陈世锋在作案前的最后一条微信 也是停留在小林身上 再说说三叔这个称呼 留心曾在日本笔录解释 因为姜哥是第三个进入宿舍的 又经常像叔叔一样很大量 又很会照顾人 所以有了三叔的外号 他还称姜哥像姐姐一样 把他当妹妹照顾 这再次证实了 姜哥是一个乐于付出 心胸大度的女孩 而事实上 陈世锋自己也在微信中 称呼姜哥为三叔 如果他认为三叔是爱人之间的昵称 他又怎么可能这么叫呢 所以大家想想 陈世锋如果真要杀情敌 会杀谁肯定是小林啊 某教授只说 陈世锋误会姜哥是情敌而有杀意 而刘欣道好 他索性造谣 姜哥就是同性恋 就是陈世锋的情敌 2018年初 他发给江秋莲如下微信 刘欣 你看过我跟三叔的聊天记录吗 你知道你伤害的是三叔的什么人吗 三叔跟我表白你看见了吗 既然你这么想要真相 我慢慢给你解释解释 刘欣 我想保护我自己 保护三叔的隐私不被公布 为了让你情绪不再受受到刺激 开庭审理之前 关于我跟三叔的感情 我一个字都不可以提 一旦公布就会被陈利用 律师跟我说 如果说出去半个字 被陈的辩护律师知道 陈世锋可能只能判十年了 你知道吗 一年里 我无数次的忍不住 想要公布我跟三叔的真正关系 为了陈世锋重判 我忍住了 正常人都能读明白刘欣的意思 姜哥和他是情人关系 如果这官司搞成三角恋 陈世锋就可以清判 当然刘欣的目的 不只是刺激江秋莲 他还要误导舆论 所以他主动把这些聊天记录 公开在微博上 这条微博又掀起舆论浪潮 姜哥是同性恋的谣言 闹得沸沸扬扬 去日本采访本案的王记者 看不下去了 第二天在网上驳斥道 姜哥不是同性恋 尽管我对同性恋没有偏见 但是就是 不是就不是 那些说姜哥是同性恋的 可以去死了 同一天 赴日采访的李记者也发微博说 我在监狱里采访过陈世锋四次 他没说过受害者姜哥是同性恋 现在 刘欣知道情敌论已经彻底破产 他在2022年对媒体援谎称 我只是想说我们关系很铁 很亲近 他 姜哥妈妈 想偏激了 又到达一耙 2022年 刘欣还对记者解释 他在逢年过节时给姜哥妈妈发 和家团圆 家庭望的短信 只是想借着过年这个节日 给他发一条信息 希望他真的快乐一点 不知道他又会如何解释 其他那些刺激姜哥妈妈的短信和行为呢 看了刘欣如何用一个谎去圆另一个谎 相信大家对他的诚实度有基本判断了 警方推测 很可能是牛静华催黄南金还钱 对方想赖账 只能把他给杀了 从2011年年初起 黄南金的投资就一直亏损 几百万的借款 他根本无力偿还 判员们决定去会会黄南金 不过由于未掌握足够的证据 还无法确定视频中的男子一定就是黄南金 因此他们仅以牛静华命案可能的凶手为由 咨询一下黄南金的看法 黄南金得知牛静华死亡消息后竟放声大哭了起来 随后就向探员表示 案发当晚自己曾找过牛静华准备推销新药品 但他敲了十几分钟的门都无人应答 只能骑车返回位于中正区杭州南路一段131项的寓所 晚上临近11点时 他还拨打了牛静华手机 但没有打通 甚至第二天 第三天也打过牛静华电话 却依然没有联系上 白 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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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